大家好 我是攝影師潘盛偉 今天我們來做Parking 3 後續的設定教學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入畫面 我們上一期講的是上面的設定 現在來講其他三邊的設定 我們先從下面這邊 把菜單拉上來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面板這裡 它是 設定分辨率 它有1080到4K 它的幀率也是從24到60 那不管是1080還是2.7K或者是4K 它的幀率都是24到60 那我們再來看它的右上角這邊 它有寫的16比9 它是目前拍攝的比例 這個我們是可以更改的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 1比1 或者是16比9 它有兩種格式 我們可以看到1比1它的最大分辨率 從4K降到了3K 16比9它是4K 1比1它是3K 所以1比1的分辨率它是屬於拆切的 這種正方形的畫面就蠻適合在IG上面做使用 通常我是不建議用這種格式 因為如果它是拆切的話 那我乾脆拍16比9 再後製拆切就好 拍16比9的話它是全畫面的 我在剪輯的時候我這兩邊 都是我可以用的畫面 可以去做調整 如果是直接拍1比1的話 我就是只能用這樣子的畫面 兩邊這裡的畫面 我就沒辦法用了 如果有人說要拍120幀的話 它這裡面沒有 但是在官網上面是有的 那這個要怎麼設定呢 我們可以到 左下角這邊 選擇 慢動作 我們進來之後就可以看到它這裡 就不太一樣了 點進去看一下 那現在就可以看到 有4K 120幀 但是這個是屬於慢動作 拍出來的影片呢 就是直接放慢了 那不用再去後製 所以這跟正常拍的影片是不一樣的 我們下方這個菜單這裡已經降完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右邊這裡 右邊這邊是屬於 相機的 基本參數的設定 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是曝光 我們先點進去看一下 左邊這個M 它是屬於手動 右邊這個AUTO是全自動 先說全自動的 那全自動的話就可以看到它這裡 它這裡可以選擇EV值 通常用自動的話 是希望EV值 它是稍微降一點點 這樣就會避免在重要部分 把它拍升過曝 那在右手邊這邊是ISO值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參數是可以選擇的 最大值是50到6400 那我這邊是建議大概到 3200 我們有時候也是會用到夜拍 夜拍的時候ISO值有時候也是不能太小 太大也不行 因為太大的話就是直接6400 那這個噪點應該是會 蠻多的 雖然它是有1英寸的 感光元件 但是你把它ISO值開到最大 它還是會有蠻多噪點的 所以我們就稍微降一格 這樣子就表示它 這個自動 會去調整它的ISO值 50到3200之間 所以就算你在夜拍 它也不一定會用到3200的ISO 那這個是自動 的部分 我比較建議的一個 參數 再來是手動 基本上我是建議拍影片的時候 都是用手動方式下去做拍攝 如果你是用30幀的話 你用手動 左邊這個 從EV值 就直接變成 快門 快門的設定 通常都會是在 幀率的 兩倍 那我用30幀下去做拍攝的話 那我就是會用 60分之一 如果我用60幀下去做拍攝的話 那就是 兩倍 就是120 用這樣子的參數 去做 拍攝 這時候你的ISO值 還是可以用自動的 讓它 固定在 50到 3200之間 如果你不想用 自動的話 你也可以 射程式 手動的 這個就是固定ISO 你可以這樣子下去做調整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左上角這邊 它還是一個EV值在 這上面這個EV值的話 它就是 給你做參考的 我們把它調到400 就可以看到 它是變成 EV值是加2.3 就表示它這個畫面 應該就是過量了 那我們就可以 把它調低一點 調到100它就變成 EV加0 表示現在是正常畫面 所以我們在做 快門跟ISO的 參數調整的時候 就可以看 左上角這個 它會告訴你 你現在的畫面是 過暗 或者是過量 我們可以看到 跳到50 它就會變成 -1.0 那現在最適合的話 就是在100 它是 比較正常的一個 畫面 好接下來看 右手邊這個 白平衡這裡 白平衡這邊 一樣是有 自動 這個是自動 那 左邊這個M 是手動 白平衡這個部分 我是建議你 對攝影比較熟悉的 你再去用手動方式 下去做調整 不然的話 通常 就是開自動 就可以了 因為我平常 也都是開自動 它拍起來的效果 是還蠻準確的 所以這邊我是建議用 自動白平衡就可以了 好接下來是 美顏 這個美顏的部分 要用到手機 這邊 打開就可以了 這個你要看的話 你不能直接在電腦裡面 讀取檔案來看 一定要透過手機 它去看 然後調整 調整完之後 再把它 做輸出 然後才能到電腦上面去用 所以這點是 比較麻煩的 就是你一定要透過手機 去做 後製 它才會有美顏的效果 所以我通常是 不建議 你去用美顏這個部分 除非你是要直接在手機上做剪輯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打開 然後在手機上做剪輯 色彩部分 它有三個 一個是補通 然後是 HLG D-Log M 它有三種色彩 補通它的畫面其實就不錯 但是它的對比度會比較高一點點 HLG是我比較建議的一個色彩 它的對比度 沒有補通那麼高 然後同時它又可以極大限度的保留亮部跟暗部的一些信息 幾乎可以說你拍完就可以直接做輸出 所以大部分情況下我是比較建議用HLG這個色彩 接下來是 D-Log M D-Log M的話就是要做後製 去套它的LOT 所以這個會比較麻煩一點 而且你套完LOT之後還需要一定程度的調色 所以這個會比較麻煩 同樣也是需要有些攝影經驗的人 再去用這個色彩 接下來是對焦模式 我們可以進來看 它可以選擇 連續 展示模式 跟單次對焦 單次對焦就是 你在你的畫面上 點一下 它就會在這裡對焦 對完之後它的焦點就不會再移動了 這個就是單次對焦 錄影的時候 通常是不會用單次對焦來做錄影的 我們再看一下連續對焦的部分 連續對焦就是它 每分每秒 它都一直在找它的焦點 來做對焦 我們可以看到它現在已經是對上焦了 包括我在移動 它也是會 很積極的去找它的焦點來做 對焦的動作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 我是建議 都是用連續對焦的方式來做錄影 因為它現在 不管是對物品 或者是對人像 它的對焦都還算是蠻準確的 只是有些時候 它會稍微有點對不上焦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再去 開啟單次對焦 去尋找那個焦點 連續對焦的部分 你還是可以用 點擊的方式去做對焦 只是它對完之後它還是有可能會再對到別的地方去 然後這個螢幕又特別小 你不一定看得出來 這個焦點是有對上 但是如果是拍人像的話 基本上焦點一定都會對上 如果對不上的話 你就可以開啟人臉追蹤的方式 這樣就可以保證焦點是對上的 最後一個是 產品模式 產品模式它的對焦方式 它就是 找最近的物品下去做對焦 我們可以看到它對焦速度是蠻快的 即使是一支筆 它的對焦速度也是很快 這樣子的話就不用像以前 很多網美他們在拍化妝品的時候 就會把手伸到前面去擋住這個畫面 然後再把商品放上來 這樣子去做對焦 然後我們就不用剁這個動作 就可以直接把商品放到前面去 它就會直接去對焦了 這個就跟 ZV1它是一樣的 那如果是開 連續的話 我們再看一次 它還是可以對到 但是就是會有一些延遲 比較沒有像產品展示那麼的快速 這就是連續對焦跟產品展示對焦之間的一個差別 接下來是最後一個是 自定義 我們進來看 左邊它是銳度 右邊是去照 如果我們是在拍人像 把它銳度增加 然後去拍臉的話 你就會發現你的一些 痘痘啊 或者是斑點 就會特別的明顯 特別的 清楚 如果我們把它 銳度減低的話 它就 比較不會那麼的 清楚 這個相對來說就是有點類似美顏的一個效果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把它設定在 -1就好了 不要直接把它開到 最大 去照的部分就是你如果 在夜晚ISO開太高的話 它的噪點可能會非常多 那我們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去照稍微 提高一點點 讓它的噪點稍微降一點點 我是建議用-1的設定 這樣就夠了 如果你不想這麼麻煩去做調整的話 那你直接用默認 也是可以的 這個頁面我們講完了 我們再看一下這裡 這個是相機的參數 右邊這裡是麥克風 我們把它點下去 這個時候就亮 切換到它這個頁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聲道 降風噪 跟指向收音 第一個是聲道 聲道部分它有單聲道跟 立體聲 我這邊建議是直接用立體聲 單聲道的話就是它收音的時候會 只有一個音軌 就是我們在用 耳機或麥克風聽的時候 它的聲音會比較單一 就是左右兩邊的聲音是完全一致的 立體聲的話它 左右兩邊的聲音它不一定會是一樣的 它可能會受到指向收音的影響 左右兩邊的聲道 它的音量 它會有些變化 聽起來就會比較豐富 所以我是建議用立體聲會比較好 降風噪這邊 顧名思義就是 在風比較大的時候 它可以把 比較低頻的一些聲音給它去掉 這個我有試過它 效果是還不錯的 那我是建議你 隨時可以把它 打開 因為它不會有 太大的影響 它這個是可以打開的 如果真的是風太大的話 我是建議你的麥克風還是用上這個擋風毛招會比較好一點 接下來是指向收音 它有三種 一個是向前 然後前後雙向 跟全向 全向的話 它就是 四個方向 它都會收音 向前的話 音源就是從前方那邊傳過來 所以我們就是用前向收音 如果是 用前後雙向的話 它這個是 比較適合長時間使用的 因為前後雙向可能就是我們在 拍人 那我們跟他對話 前面的人講話聲音可以收到 後面在講話的聲音也可以收到 所以這是比較好的一個收音方式 如果是用全向的話 那你可能會把左右兩邊的雜音 都把它收進來 用前後雙向的話就可以 比較大程度的 把左右兩邊的收音關掉 只用前後兩個收音 這樣子環境音會比較大程度的 減少 這個部分是屬於機身 本身的收音 我們現在可以把 DJI的麥克風 打開 打開之後 它的 介面又會變得不一樣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兩個介面 它是按掉的 那聲道是單聲道 因為我目前只用一個麥克風 所以它是屬於單聲道 如果是雙聲道的話 它兩個 麥克風都會各收入一個聲道的聲音 正義的部分就是 提高你的音量 這樣就可以提高你收音的音量 這個我也沒有特別 建議要在這邊去做選擇 因為我們是可以後製的 我們現在 可以把這個介面先點掉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上面有 綠色的 這個就是我現在正在講話的音量 我們可以照這個去增加 或者是減少 增益 我的目前音量幾乎都是到8成左右 那我現在試著把增益給它降低 增益把它 降到 然後-10 再來看 我目前的音量 大概變成67成左右 比較沒有那麼滿了 那我現在把它 提到加12 加12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 音量 幾乎都是到黃色 黃色部分是 都還可以 還是可以做調整的 如果到紅色的話 可能聲音就是爆掉了 黃色就是表示你要 稍微去調整你的收音 的正義 好我們正義的部分就是這樣子來做調整的 接下來是靜音的部分 目前是 預設它是關閉的 如果你把它打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 我的麥克風 沒有辦法收音 所以這個選項應該是 不會有人要用 因為我們應該都是要收音的 降噪這個部分也是一樣 它是可以隨時打開的 因為它的收音效果是 還不錯 不會有太大的 影響 我是建議 可以 常被打開 沒關係 接下來是 這個 PRO 我們把它點下去 設定 全部沒了 就剩兩樣 美顏跟 圖像調節 這個美顏 基本上是 沒有建議用 這個圖像調節 它就是 剛才講的 銳度跟 去照 就剩這兩個 那其他的部分 就是變成 全自動 用Parkinson的話 我是建議用全自動 這個選項 因為我拍攝經驗它的測光 它是屬於平均的 平均測光 它並沒有針對我們的人 去做測光 它是 整個畫面 去做平均的測光 所以當你的背景 很亮的時候 比如你面對陽光的時候 它背景 都是亮的 這個時候它可能 為了不讓背景 它過曝 它會把整個亮度給它 按下來 就變成你的人臉 都會變成是暗的 然後 背景沒有過曝 所以它這個平均測光 是我覺得 比較沒辦法接受的一個點 所以Parkinson 我是 比較建議用手動 手動設定曝光的方式 去做拍攝 因為它的測光 實在是 讓人 沒辦法 去接受它 很多畫面 它都是把背景拍得剛好 然後我的人眼 整個是黑的 那後製 在調整的時候 也很難把它調回來 所以我很多影片 都是被自動給它拍壞 所以我是不太建議用 自動這個方式 去做曝光 所以這裡呢 我是建議用 Pro 這個 再去做 設定 我現在稍微補充一下 現在色彩我是選擇 普通 我們可以看到 普通的色彩 它的對比度它比較高 可以看到這個 鏡頭裡面幾乎都是 純黑色 看不太到 我後面上面的燈 它也是高光溢出了 所以普通模式它的對比度會比較高一些 我們現在可以再把它 轉到 D-Log M 可以看到現在對比度降低了 甚至有些灰灰的 但是在物體的細節上都是 可以看到 我現在可以看到鏡頭裡面的一些細節 所以這個D-Log M模式 是要套Log的 它的顏色才能恢復正常 套了Log 之後你還是需要一些後製的調色 它才會比較好看 所以這個比較適合一些進階的使用者 這個是D-Log M 然後現在是 HLG 現在就可以看到 HLG 它亮度上就提升了不少 我們可以看到高光跟暗部 它的細節都有保留下來 包括顏色也都是 非常 鮮豔亮麗的 所以HLG 它是蠻適合直接輸出的 但是Parkinson 它的LG 我是建議 你還是稍微 調一點點的顏色 會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它還是有點淡 你在後製上保額度 其實還可以再往上調一點 再輸出會比較好 這個就是右邊面板的說明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左邊這裡 一切彎過來 它會是你最新拍的一部影片 你稍微點一下 然後看左上角這裡 點下去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你 之前拍的 影片 比如說是這一片 點下去 再點一下 就可以看了 它下面這裡 會有一個進度條 你只要拖拉 就可以加快 或者是往回條 再清點一下看右上角這裡 有一個 喇叭 我們一樣可以清點它 然後就會出現這個 這個一樣是可以拖拉它 這個是調整聲音的 可以一邊看一邊調 接下來我們看左邊這裡 這邊這裡有三個灰色的小點點 我們把它點下去 就可以看到這裡 這個愛心 它是標記 應該是你用手機剪輯的時候是可以用到的 一個標記 右手邊這個就是刪除 你只要點下去就可以直接把這段影片直接刪除 如果你的影片比較多的話就可以到左手邊這裡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個打勾的 點下去 就可以去選擇 我選了四個 然後再點擊左邊這個點 那一樣會出現愛心跟 垃圾桶 只要點擊垃圾桶就可以把剛才選擇的四個文件 直接做刪除 這個就是左邊面板 上下左右都講了 這裡還有一個 點下去看看是什麼 可以看到這個是構圖模式 第一個它是主角跟隨 我們要使用的話就是先按 開始 就可以進入到它的主角跟隨模式 我們可以看到中間這裡 有一個方框 那就是你的人臉 只要靠近這裡 它就會 第一時間把你列為 人臉跟蹤的第一對象 同時它會把你的人臉固定在中間這個地方 我們來實際示範一遍 我先按錄影 然後我的臉再進來 它就檢測到我的臉 然後就直接做跟隨 那它就會把我的臉放在中間 然後一直做跟隨 錄影結束 然後按 構圖模式 再把它退出 就可以退出這個模式了 這個跟人臉跟蹤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是 沒什麼不同的 我們試一下人臉跟蹤 點兩下我的臉 好它跟隨到我的臉 那我一樣是移動 它一樣是把我放在中間 所以它跟人臉跟蹤 其實是 沒什麼不同 它就是多了一道手續 在 你錄影的時候 它會去找中間 的人臉 直接去做跟蹤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個 第二個是預購圖跟隨 我們一樣按 開始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裡有九個格子 我們可以選擇 看你要在 哪一個地方 比如說選擇在左上角 這個格子 那我 拿一樣東西 放到這個格子裡面 點擊搖桿 它就會開啟智能跟隨 然後按錄影 就會開始跟隨 我們可以看到它一直 把 這個物品的位置 放在左上角這裡 它還是會更丟的 那它的追蹤能力也是非常強 即使你更丟再回來 它還是會持續的去追蹤 好 把它 取消掉 然後 再 換我的 這張老臉 好 再跟隨 對 它的 人臉跟蹤的部分會 比較強一點 那物品的話 可能是 會有比較大的機率 丟失 追蹤的目標 Parkin 3的主要功用 其實還是在拍人 所以它拍人的選項會 稍微強一些 好這個就是第二個 我們再來看 第三個 它是 旋轉運鏡 旋轉運鏡它有90跟180度 那這個就是 類似到 空間 我們把它選擇 180度 我可以看到它的 鏡頭就直接 往上 那這個時候只要按下 點 起 它就會 鏡頭就會去旋轉 去做拍攝 再點一下就回來 好那我們再用90度的試試看 90度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朝向就直接往前 那只要點擊一下它就會開始轉 再點一下 點亮一下回中 好180度的把它設置 鏡頭朝向往前 看一下能不能這樣用 好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目前轉向就會變得有點奇怪 變成像這樣子繞一圈上去 這個也是可以當一個特殊的運鏡 只是目前我們沒想到要怎麼運而已 那各位可以發揮自己的創意 90度它的預設朝向就是往前 那我一樣把它往上 看能不能有不一樣的 好目前鏡頭朝向已經往上了 我們用90度的轉法試試看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鏡頭 然後 就會轉的比較奇怪 那各位可以發揮你的創意 去讓它做旋轉 它正常的轉法 90度就是往前 拍攝 左右轉90度 那180度的話鏡頭就是往上 是這樣子做旋轉 旋轉180度 目前介面上是都說完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左下角這個 左下角這個就是讓你選擇你 要拍攝的模式 包括預設 全景 拍照 視頻 低光 慢動作 跟靜態延時 這個人都可以去玩玩看 那因為這一期的影片是專門做 錄影介紹 所以其他的模式就不說 右下角這個 它就是你的鏡頭 的轉向 點一下它鏡頭就 往前 再點一下 然後鏡頭就往後 當然你也可以按搖桿 按三下 就往前 按三下 它就轉回來做自拍 那我們可以看到右上角這個電子 它其實也是可以點的 我可以看到 機身它還有100%電力 電子手筆 還有92% 那目前我還在充電 好這個就是我們 Parking 3 整個介面的使用 設定教學 今天整個介面的設定教學 那已經做結束了 拍到現在也是 有點累了 是心很累 因為有一段是直接錄到麥克風 沒電 我沒發現 所以又要重錄 所以非常的累 那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什麼講得不清楚的 或者是 你想知道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再麻煩你幫我訂閱 按讚分享 及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